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日本的畅销书 《空腹力隔壁》 作者是日本医学博士 叫《十边结石》 这本书在出版之后 极短时间里就突破了10万车的销量 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相当热烈的讨论 好 先说这本书的结论 实验医生提出空腹力是最好的药 因为现代人不仅吃太多 还吃进去很多科技很活 所以就很多慢性病的困扰 像是三高一胖 甚至包括老年痴呆 还有癌症 如果说你通过锻炼空腹力的话 都可以缓解预防和改善的 那今天就聊聊这个空腹力 对人体的好处 那么这本书内容非常多了 我也能花了一周的时间 把重点都给大家一次讲清楚说明白 好 副小波多数直接进入主题 根据最新的一个研究 经常让身体保持16小时一等空腹 启动细胞制式 体内的肺臼细胞就会被这种清除 全身的细胞也得到修复 对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抗衰量都非常有作用 那么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健康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呢 丰盛的一日三餐呢 也给人们带来很多健康上的隐患 需要巨额的医疗费来维持健康 如果不是提疗动者 一人一天大概摄取一千八六两千大卡 就能维持正常的活动消耗 但是现在社会进步发展了 食品厂家饭店越来越重视口味 而非营养导致我们吃到嘴里的食物 都是高脂高糖高盐 长吃以往 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取热量 就会变成脂肪堆积在身体里面 内脏为了给这些多余的脂肪提供能量 就会给身体发出信号 让你吃更多的食物 这种热心循环就会导致不断的吃 内脏也不断的工作 脂肪不断的积累 最后身体超负荷才能变变 那么一日多餐呢 另一大问题就在于 让你人体是过量的糖 正常人一天标准摄取是在180克左右的糖 而一碗150克的米饭含糖量就达50克以上 你一日三餐吃下去保守不算 你糖的摄取量就轻松突破200 糖呢还使人上瘾 长时间糖摄取过量 就会导致你的胰腺长期疲惫 分泌胰岛素调及血糖 高符合的工作就会让胰腺受损病变 渐渐的失去工作能力 就会罹患糖尿病 而糖尿病患者的胜病心肌梗塞 癌症发病风险也很高 说到这里 你一定会认为少吃一餐一定很辛苦 肥也肥也 当你吃对的饮食 比如说你准备21餐盘 多吃肉菜蛋 少吃明面糖 这种情况你产生的空腹力 绝对不会让你感到辛苦 有做个朋友呢 可以在公平上打个1 空腹对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食人医生也说过了 就是一日三餐让肠胃啊 内脏长时间无法休息 让你整个消化系统效率降低 营养啊吸收不全 废物呢 又难以及时排出 尤其是你吃太多血液中的养分就会增加 具有吞噬脂平均作用的白细胞 就会吃很饱 最终变难 当这些啊 细菌啊 入侵身体的时候 白细胞一旦失去运动能力啊 让它吞噬机器 就容易产生很多疾病 如果说你有空腹的习惯 就可以增强白细胞的活性 在致病菌入侵的时候啊 将其全部吞噬 大大降低了 化病的概率 同时增强集体免疫力 有效抑制癌症的产生 所以你每天只要制造一次空腹状态 身体的治愈力啊 就越增强 人自然就不容易生病了 所以让自己健康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一餐 让身体在一段时间内啊 处于空腹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减少 让身体代谢排毒功能更好 为肋脏来一个彻底的清洁 尤其是啊 斯安医生他认为 三餐啊 吃特别多的人 日积月累容易受到 代谢综合症的变故 容易出现血糖不稳定啊 体重上升啊 肋脏脂肪升高等情况 如此下去 便无健康可言 说了这么多好处 那该怎么去做这个清断食呢 我们啊 那术上有一个非常好 也非常简单一行的方法 实验生建议早上喝一杯葫芦苹果汁 或者生姜红茶来代替啊 早上或者晚上的一餐 让人感觉不到饥饿 也不会增加热量 脑胃去失 那么身体在空腹状态下 它代谢和排泄能力也会实际上 如果说你需要这种清断食识谱 也可以失信识谱 就能收到推送 如果说你想看这门书的纸质版本 到我橱窗里面看看就好了 需要电子版呢 我也在群里面分享过 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失信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头贵 每天给你分享一个真正有用的知识 关注我们健康生活每一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